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雨停了 狂风暴雨过去 没有电梯我们得走楼梯 从来没见过那么大的雨 有数都被风吹到 这是被雷披风 对那边本来有一个漂亮的 黄花树 应该是不像是被雷披的 应该是被风吹的 是吧 刚才有个狠人在那边游泳 心真大 我在想刚才那雨是不是还没过满呢 这完全就是雨水吗 对吧 这还没过满呢 哇 不停电就怪了 嗯 连根打起来 你看这 嗯 嗯 这还能给它重新装回去 这边全都倒 这里 哇 你看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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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路全都挡住了 对 我们现在家里没没电 然后也没有饭吃 然后准备去上代百货看看 他们有没有电 在问人家打电话来说他们也请便 谢谢 天道变强了现在 变强了不少 对吧 旁风暴雨把雾霾都吹上了 嗯 太恐怖了刚才 想起来以前在那个死山的时候 天天警报说是那个台风台风的 找不定这种东西 对吧 天天警报 这里都没有什么警报 什么都没有 太狠 就往那边过去 哇 像不像我最近看到一个美剧 叫最后生还者 那里可以拍那种场景 你看那个树好大的一个树 全给弄到 好像那个我看的那个美剧 这个快倒了吧 你看 我踢他一脚可能就会倒 哇 好久没看到这么轻的天 你看这中间这个循环道路 中间有个大树也倒 刚才我们给我们打电话 那个树问的人肯定在想 你们俩是不是不知道外面什么情况 哈哈哈哈 既然让我们收饭还是热的 哈哈哈哈 你看那边广告牌 那里是个一个大的广告牌 路边的 插下来了 太夸张了 有点 刚才那个是像这个的那种广告牌 那边的 这个没插 那边的插下来了 我们现在到了上台百货 我看里面是黑土土的 他们还营业吗 有些地方是开着点 这怎么买东西 这个地方是开着点 嗯 现在店还没有回复 我们买完东西现在走楼梯回家 反正我们是买到东西了 回家吃 天气真好看 我们好久没吃过烛光晚餐 就好 没有电 但是晚上要是不恢复的话 只能靠蜡烛了 点足夜餐 行我们要吃饭了 拜拜 拜拜 拜拜